妙哥又說約我今天來家玩 為什麼整間屋都沒有開燈 怎麼忘記了 出了街 先打個電話給她 電話又不開 不是啊 她的車又在 會不會你來了 表哥 你幹什麼 有燈又不開點蠟燭 嚇死人了 你進來先說吧 外面有洞 進來先吧 家明表哥 你不開燈都算了 現在是冬天來的 你連暖氣都沒有開嗎 你家呢 還冷過在外面 搞什麼啊你 沒辦法啦 未來這個電費 你們的gas費全部都要加的 要加50%啦 好恐怖的 那當然現在已經哭了 哭了就哭 哭了就哭 哦 我打給你了 你電話沒有開 你都會有一手哭 連電話電力都不充嗎 沒錯 是啊 啊 你肚不肚餓 我做個麵包餅 都好啊 嗯 先喝一會兒 麻煩表哥 糟了 吃一碗麵 糟了 麻煩表哥 你真是聰明啊 表妹 嘭 表哥 用不需要這樣啊 當然要啦 接下來通脹很害怕 真的不知道可以捱到多久 是不是啊 是啊 咦 之前我傳給你那條通脹片 你看了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現在看看 看了你就知道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特輯 英國通脹 沒錯 今天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國近期的通脹問題 相信在英國居住的朋友 你們逛街買菜 吃飯看電影入遊 都會開始感受到 英國通脹的威力 通脹就是這樣不斷 不覺不覺地蠶食你錢的購買力 那我們就不如看看 官方的通脹數字 和一些新聞的報道 根據英國官方 統計機構 National Statistics 的數據顯示 2022年的1月份 通脹率是去到5.5% 相比起英國央行 Bank of England 的目標通脹數字 而2% 足足是2.75倍的 看回上一次通脹率 足及5.5% 其實已經是1992年 足足是30年了 一份由House of Commons 刊登出來的報告題目 名為Rising Cost of Living in the UK 裡面講到 在英國的生活成本 將會在2022年大幅提升 其中一項加幅比較嚴重的就是食品價格 而各大的報章和新聞媒體都有報導 例如食品集貨價格的升幅 是近這8年來最高的 而生活成本的加幅 就是過往這30年最快 就連大型連鎖超市 Tesco 的老闆都說 食品價格將會持續攀升 5.5%的通脹率 其實真的不是開玩笑 即是說 你在銀行那筆錢 已經打了九五折 究竟是甚麼成因 而導致這麼強勁的通脹 大家一起看看 其中一個引致通脹的成因 就是英國已經處於一個勞工短缺的狀態 而勞工短缺會導致各行各業的勞動成本上升 而最後都會轉嫁回到消費者身上 而短缺最嚴重的就是運輸業 運輸業的人手短缺就令到運輸成本大幅上升 從而導致雜貨和食品的價格會不斷攀升 而隨著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戰役持續 原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也不斷攀升 從而令到各行各業的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大幅上漲 除了以上的因素令到英國通脹飆升之外 在四月份將會有恐怖的事情發生 就是英國的Energy Price Cap將會大幅提升 英國的普遍家居將會迎來自1950年起的最大生活指數下降 Off Jam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是負責調控英國的家居能源價格 它每半年就會review一次它的能源升幅上限 它們將會在未來的2022年4月1日將能源升幅上限向上調整54% 屆時英國的平均家居能源成本將會上升693磅 去到1971磅每年 高企的通脹率和大幅增加的Energy Bill 其實真是幾恐怖 那究竟可以怎樣算呢? 老套的說句就是開完截流 開完就是怎樣可以找回多一些income source 起碼幫你達到收支平衡 就不用怕不斷坐食三分 不斷撕你那筆錢 而截流方面呢 以下就有一個網站 去給一些小提示 去幫大家在家居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截流的效果 以下下來就分享回由現金回贈網站 TopCashback為大家提供的家居截能小提示 第一個提示就是建議洗衣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些叫做Bio Laundry Capsules 因為裡面就有特定的酵素 其實可以洗衣的時候不需要用熱水 用常溫的水就可以有同等的潔力 可以節省不少的能源 另外建議就是隨著夏天的來臨 大家就可以用少些乾衣機 盡量乾衣的時候 浪出去外面用太陽和風乾 另外一個可以節能的範圍就是廚房 建議將一些不太常用 例如Oven一些電器就可以把它關掉 因為當電器留在Standby Mode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直在浪費能源 另外就是煲水的時候 要多少就煲多少 那就不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這裡也都建議大家 盡量用一些能源效益高的電器 這裡又提出一個最容易浪費大量資源的環節 就是衝糧 根據一個統計 一個四人的家庭只要每人每日 充少一分鐘的糧 一年就可以節省75磅的資源費用 沒錯,國根記是充少一分鐘 如果充少15分鐘或者半個小時 其實都節省不少 這裡最後提醒大家的 就是可以節省照明方面的能源 這也是老生常談 就是把不需要用的電燈關掉 以及盡量去換一些省電膽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通脹又好像好像很嚴重 是啊,所以不是要什麼都節省洗 自己的宿舍 熬得多久就多久 對啊 但是其實表哥 其實遇到這些情況 都不是沒辦法解決的 嗯? 遇到今天的情況 最好就是 開源節流 現在我就教你一個 開源節流的好方法 TALKCASHBED TALKCASHBED 是一個有現金回贈的網購平台 合作的商戶包羅萬有 覆蓋了衣食住行各個方面 登記使用TALKCASHBED 方法非常簡單 通過我們的影片下方資訊欄的 專屬登記link 登記了之後 就會有10磅的營身優惠 成功登記之後 選擇Classic Member 是完全便費使用的 登記完之後 入到主頁就可以見到不同的商戶分類 例如有今期最高回贈的推介 有我們熟悉的Texco 今期做10%回贈 其他的分類 就有女士服飾 家居能源供應 電器用品 寬頻上網等等 總而言之 就是衣食住行 各樣東西都幾乎可以在這裡找到 接下來的4月份 英國的電煤費用將會大幅度加價 TALKCASHBED就真的可以幫到手 他除了自己網站 有一個可以將電煤不同的供應商 做一個價格對比之外 亦都可以拿到其他的價格網站做一個比較 可以幫你找到一個最優惠的電煤供應商 幫你省錢之餘 亦都可以有現金煤震 家居能源供應當然重要 但是我們日常經常用到的話 就應該是這個分類 就是超級市場 而在TALKCASHBED 是可以見到各大英國超市 例如有Iceland Astar Saint-Brice Tesco Vachels Morrison 全部都有現金回贈 除了英國的超市之外 現在還有一間華人超市 進駐了TALKCASHBED 就是華南行 相信大家相當熟悉了 現在是做3.3%回贈 只要通過TALKCASHBED 卡進去華南行的網站 照常購物 checkout之後 7天之內 現金就會回贈到你的賬戶 真是非常之簡單 如果是剛剛新居入伙的朋友 相信這個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 就可以幫到手 他們合作的商戶 由我們熟悉的PC KURIS Argos AO Samsung Range 等等 亦都相當多選擇 夏天快到了 相信大家都很想做D.I.Y. 或者是整花園 或者是種菜 不要錯過B&Q這個選擇 因為B&Q 其實都是TALKCASHBED的合作商戶 接下來的復活節假期 如果大家有一個旅行計劃的話 相信旅遊類別是可以幫到大家的 裏面有很多我們經常用來訂機票 和訂酒店的網站 例如是有Espedia, Jet2, BA,維珍等等 總而言之 你想買任何東西 或者想用任何服務之前 記住 停一停 找一找 想TALKCASHBED 找一下 有什麼商戶是有現金回贈的 這樣可以省錢之餘 也可以賺錢 何樂而不為呢? 說了那麼多 你可能會問 儲了那麼多CASHBED可以怎樣用呢? 其實很簡單的 只要按入PAYOFT 入你自己的銀行戶口資料 又或者PayPal的資料 就可以將CASHBED 真的過到你自己的帳戶 記住用我們影片下方資訊欄的 專屬登記link 這樣大家就會有10磅的營身優惠 比妹妹 真的好多謝你介紹這個 Jug Show 網站 TOPCASHBED給我 現在可以開燈 可以暖度 還有 可以煮麵 不過呢 現在就不跟你那麼多了 因為呢 我還要去玩一下 TOPCASHBED 看看有什麼Jug Show 你自己慢慢轉吧 喂 比妹妹 我不會煮麵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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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